泥丘复活案例 后院池塘由于长久没有下雨 池塘没有水 有次下池塘 不小心把池塘里的泥丘头部踩伤 捡回家里用姜膏涂抹后 放在水桶里养 受伤快死的大泥丘 可能是长时间脱水 翻白度了 听张医生原始点讲座说 动物也可以补充乐园 就在水桶里放了些姜粉 姜汤和米汤 放入姜汤 每天擦姜膏及按推背部一次 一天比一天好 一个星期后 用手都很难抓住了 用手抓不住了 完全复原准备放生 凡是有生命的众生 用到原始点医学 无不受益康复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医学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